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可别觉得这游戏的画风特别怪 其实呢这是刻意在模仿上世纪30年代的橡皮馆动画 迪士尼最早的《蜜老鼠》也是这样的画风 这里面学问很多着呢 听着《逗趣的绝世乐》真是情怀满满啊 就像在老电视机上看动画片一样 你们说是不是特别复古特别有趣呢 大伙别看这游戏画面这么复古这么老旧 就觉得这是个四三九九小游戏 《茶杯头》这游戏做起来可费劲了 因为游戏的制作人摩尔登豪尔兄弟 特别特别喜欢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老动画 所以也坚持一定要用手绘 把游戏里的动画一帧一帧的画上去 不管当代电脑技术多发达 兄弟俩就是要用手来画 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游戏画风都这么复古了 游戏的制作方法也应该跟着很复古才对 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游戏的魅力嘛 呃这都是些什么脑灰路呀 在游戏里面每一个角色的模型 每一张背景图片 都是纯手工打造绝对的绿色无污染 有电脑都不用硬要用手画 这俩兄弟咋就这么头天呢 兄弟俩的这种执着精神 让板娘想起了日本的动画大师 宫崎骏 千语千寻龙猫我们看得多了 但是要知道 宫崎骏大师一直以来都是坚持用手绘画原稿的 我想大概这就是所有艺术人的倔强吧 既然茶杯头的制作人决定要用手绘 那制作过程必定是相当耗时耗力的 工作室的大部分员工每天的工作 就是画呀画呀画 游戏的制作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 真正用了四年时间才把游戏给做出来 期间还因为坐着坐着没钱了 无奈之下才把自家的房子给抵押出去 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现在我们能在游戏里看到这些角色 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表演 那可都是制作人们的血和泪呀 制作人在画游戏里的角色时 参考了非常多的老动画 比如我们能在游戏中看见长得像汤姆的猫 长得像大理水手女朋友的人 长得像史莱姆的蓝色球球 反正好多好多好多的角色 都能找到角色的原型 要是板娘一个一个给大家列举出来的话 那估计一天都不太够用的 别看这些角色长得特别搞笑 就以为这游戏简单了 茶杯头的游戏难度 可不比你们让我玩的猫里奥简单 游戏中的boss经常打着打着就突然变身了 然后再来密密麻麻的炮火攻击 看的人都眼花缭乱的 这边还没乱玩 又会有出人意料的陷阱在坑人 哎你这游戏怎么看起来可爱 玩起来可一点都不可爱呀 不过呢游戏还贴心的为手残玩家加了简单模式 不想被虐的朋友们还是可以比较顺利通关的 不过要是这么简单就让玩家们通关了 就没有人去欣赏制作人们精心手绘的动画了 游戏设计的这么难 就是为了增长玩家的游戏时间 这样玩家们就可以多多欣赏游戏的动画啦 哎呀我这波解释这么完美 制作人都不给我加广告费的吗 总的来说 茶杯头是一款既好看又好玩的游戏 哎我发现最近我一直都在玩这些这么难的游戏 你们看开心了 受苦的 可是我呀 你们以后能不能别再让我玩这些这么难的游戏了 要推荐游戏也给人家推荐一点简单的嘛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大家关注伴娘说游 全球游戏的大百客 在这里伴娘带你遇见有趣又好玩的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